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,年轻人喜欢挑战,刺激,冒险,人老了则更愿意过平静,安稳,有规律的生活。 但是,无论是哪种活法,我们都要记住一点,永远别低头,一直挡手挺胸的走下去。 01不像疾病低头,02不像子女低头,这里的不像子女低头,意思是不要过分依赖子女。 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,小孩,我们就不要过多插手他们的事情,而是要过好自己的生活。 老了,并不是只能带孙子,给子女做饭,我们还可以跟老伴去旅游,跟老友一起喝茶,打牌要喝,跟老同学聚会等。 这些都是享受自己生活的方式。 03不像金钱低头,04不像年龄低头,人一旦扶老,就连步率也会开始。 颤颤巍巍,说话也会变得牢牢叨叨,成为别人口中的糟老头子。 老太太,不要被年龄绑住,别把她放在心上,只想着每天该干的事情。 熟顿练身体,买菜,带孙子,打牌,下棋,晒太阳,看电视等,一天过得轻轻松松,快快乐乐。 始终保持一颗不老心,就永远都是年轻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